新人偷善 好 歡迎大家又來新人偷善 沒錯 這集見過我們和上集的衣服沒有換就知道 連續錄的了 這個錄影應該是節目 沒錯 可以說不夠新鮮 但也很新鮮 那就考考考我們的眼光 區議會選舉剛剛過了 我們上次是貼中了九個 只是貼中錄欠傳 我們猜是中家樂 我們猜是水災 沒理由是錄欠 現在是錄欠了 中家樂是我們猜 中家樂 原來中家樂的票是給許潮英 這個我猜到的 其實我猜到許潮英入 就是華人基督教聯會後期之首 但是錄欠傳真的猜不到 後期之首是琴秀的首 琴秀的首 沒有錯 錄欠傳是甚麼?浸信會 十個裡面我們猜到九個 看看區議會我們又是否這麼聰明 可以猜到 但我們這個節目很難逐個猜 大概是泛民 建制派 那就可以了 逐個猜 逐個猜 逐個猜得死 有多少個 total 民主有120個 公民黨 不知幾十個 人民力量60幾個 通常有多少個 選幾個區 十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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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十八區 是多少個小區 是多少個分區 是多少個體驗 沒有 最多是二百多個 二百多個 二百多個區議會 二百多三百個 我沒有看實際數字 但是 這個資料不足底下 但我們怎樣去看泛民 或者建制派的情況 不如逐個說一下今次 看看誰中 我們沒有配合過 我說一下我在區議會 我先申報了 我支持過某些人 我曾經支持過李世雄 因為李世雄是我們回基盟 這個參選團隊的其中一個成員 當然 我也是 他是大圍區的選區 我就去幫他做過兩天的拉票 兩天都是彈結他唱歌 我感覺他和街坊是很友善的 挺好的也不錯 街坊也是接他的傳單 那邊唱歌 街坊也有些人走過來一起唱歌 都可以的 我又幫過黃浩賢 黃浩賢 土蒙 土地正義聯盟 他就是在中環的 高階的斜樓 又是彈結他 他那區 他就大戰一個 他只有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黃浩賢 另一個是民建聯 不是真的表面 表面是隱形左派 是甚麼律師 那些肥仔 他那區的街坊很聰明 你派傳單給他 街坊會回答你 我不是這個選區 真的很聰明 他會答得出這句 他不是不拿 或者走開 或者不取廟 不是那些 還有 唱了旅日歌 有一天我還帶了忌廉去跟他拉票 同時有狗 還有人在這裏 有些特別的方式 在這裏派傳單的時候 是可以的 人們會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那天派教證都可以 都是要做這些 其實 我支持過兩位候選人 聖孫 我想王浩賢的聖孫 也有 其實我猜 他是計算數 還有預測過 我同時也觀察過 那區 應該可以的 他不是空港 他在那裏生活成長 誰呢 李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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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猜不到 因為我見不到他的對手 他的對手 我都面目模糊 我沒有留意到 以我的理解 李西雄應該都輸 輸 他在那個公屋區那裏 已經輸到仆值 為甚麼公屋就很不行 民進聯的票數 已經很不行 那位他很難入 做到也沒有人派 沒有這些東西 我其實都去過他的區 很初期 我的感覺就差一點 他那裏的票數 即公屋區的票數 是多於中產 或者是比較私樓區 私樓區 我當作大部份 比李西雄都好 你也掩蓋不到 輸的公屋那裏 所以我的計法 應該遇無意外是輸的 如果他當然贏了 我當然是恭喜他 而且很開心 是吧 因為王浩賢我不熟 那你講一下泛民 你怎麼看 你兩個都可以 我可以說一下 你講一下 泛民我覺得 都應該是輸到派 因為之前 連自動當選那裏 都有30多個民意聯 史無前例那麼高 那這一屆 民主 泛民 民主黨 上次通過政改 可能 那裏都會流失一些 還有 再加上 有人民力量 選民力量 這樣的追擊 我覺得都是 會流失一些 變成 攤了出來 我覺得 都會是輸到派 發問 民建聯 還有好像說 上屆民建聯做得好 是 我覺得 民建聯未選舉之前 都是大贏 因為他已經很多自動當選了 所以已經是贏家 從選舉角度來說 我猜公民黨 是會 都幾慘淡 因為他外傭官司和之前的 什麼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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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橋的私立火核 引起很多市民的不滿 反對 這兩件事令到他都幾慘淡 尤其那些中產 比如公民黨的支持者 一般可能是比較中產那一批 那一批都是非傭的用家 通常非傭的用家 通常都不想非傭留在香港 所以他都應該如無意外都慘淡 民協由於他那個區的老化 以及他很多的重建 所以他原本的馮劍基 或者民協的支持者 已經搬走了 加上人民力量 或者選民 應該是人民力量的追擊 他如無意外都幾乎 好了 接著到民主黨 社民連 社民連 我見他有幾勤力 即這兩年幾勤力做些地區工作 社民連 如無意外都除了圖恩行 我覺得有信心 其他人都應該怕得到 民主黨會在35至40席 這是樂觀點的估計 可能甚至是低於35席 30席左右 所以加上數字 泛民是很慘情的 人民力量 我想頂多都是一個至兩個 都當選 但應該都是輸 因為他的責任都是做追擊 所以沒有什麼期望 他贏還是輸 大局來說 就會引起一些走動 這個走動是政黨之間的重新走動 我覺得有可能民主黨 因為沒有任何風聲 我估計民主黨有可能和民協合併 尤其是馮檢基輸了之後 他下面的朋友 年輕人 或者是戰友 就開始謀求出路 因為民協會這樣輸完之後 對他的資源和自己的運作 是產生極大的震撼 輸完之後 他要重整 而民主黨肯加龍西方面 有可能都是 今次都未必有好的成績 要透過合併 或者是透過一種重新政黨的組合 而發揮另一次的選戰 所以有可能民協和民主黨 再談合併是有可能的 這樣 之前經過合併的民協 有傳過 有傳過 這些出來 這些事情 那廖成利呢 廖成利會不會輸 廖成利沒有選 他沒有選 現在問題是馮檢基 究竟是贏還是輸 馮檢基 我猜也有可能輸 還有一個女人 我記得是黃什麼雲 文協 黃桂雲 在石劫美 我記得是黃什麼雲 我記得是黃什麼雲 有一個 我知道 那時候是莫家嫻 九龍城那邊 是 又在馬地那邊 有一個吳寶山 這樣 我覺得 莫家嫻是問問水 是現任議員 吳寶山 再上一屆是現任議員 但就輸毀了 今屆我也覺得是問水 因為是很難的 你在民建聯的議席裏面 去得手 是在區議會裏面 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經常做的 事件 教他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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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很不同的 就是大家看到選舉 民建聯的所謂社區主任 他們是收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 去做這份工 就不像民主派 因為沒有什麼錢 那些人 或者我們以前做的那些 要是收幾千元 你一不就沒有錢 自己銀河包 黨也沒有錢給的 所以他在資源的比例下 你是一定是虧的 你拿了區之後 他有東西派 有錢 有組織能力 找到那些師奶 好像教會學會 我快必這麼說 去做組織 不斷去探訪 那你把街坊倒掉 你想下屆撕掉 脫掉票 你也是很困難 很困難的 雖然如果民建聯輸得那些 一定是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如果區議會選了 根據過往的選舉邏輯 明年立法會 民主派有翻盤的機會 因為選舉上的中敗效應 但是太糟糕的時候 選民都受不了 就會反過來 還有區議會 在政治議題裏面 這次是發揮得非常之低 所以你怎樣告急 你怎樣說 什麼民主和建制派 都沒有什麼人理你 大家因為很現實 香港人就覺得 區議會我也是找些有野派 去立法會 我才對立你 我也是現在看到的觀念 是這樣的 早前應該現在可以公佈 看到民調 公民黨是這樣直線 直線落 直線落 就是因為外傭和橫評那兩件事 他跟我們露小狗一樣 他有價值的時候 就要獨牌眾議 所以我們就低票 很明顯 我們最低的那八個 所以我們跟陳嘉嘉 我們最低的那九個 我們要派尾七 食七 所以是這樣 這個就是 你看到香港的政治格局 令到你被迫要契底 你不是你怎樣生存 你會失去票 你一定要打壓菲傭 你一定要打壓性工學者 你不打壓也要禁聲 你要對一些社會上最好欺負的人 你是 要繼續欺負 然後抽水 主流都欺負的人 一起欺負他 欺負了菲傭 死了 扔死菲傭 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辦法 大家要生存 一定要說些主流 對聽聽話 包括政黨也是 民主派也是 這樣的情況 不是你失選票 是 那麼 繼續說法 說一件事就是 人民力量 現在說了 你是選舉完的 人民力量的支持度 簡直是 微 微 微 的升還是跌 沒有 的升不跌 基本上 在Michael Degas的民調 已經是非常 沒有了道 公民黨是這樣的 而 你不要說 民主黨很好 不是 民主黨又不是很好 就是平平 就是 麥領看照 每個人都說 平平 而情況就是 當公民黨一跌的時候 民主黨是有少少升的跡象 這樣 那些票是跌下去的 那麼 民建聯一直都是保持 這樣的狀態 就是 這樣的條線 輕微 這樣上升 但是 香港人有一個特色 就是 問他們是否喜歡政黨 他們全部都不喜歡 說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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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事 對不起 這個政黨的人 是很少 甚至對民主黨 和民建聯 可能都是負數 公民黨 就不是負數 這方面又不是負數 但是都不是高 不要以為是勁 那麼 在其他政黨 不用說 隨時都是低於零 都是 是這樣的情況 香港的大部份 都不喜歡政黨 包括 無論是建制派 民主派 他們都不喜歡 這是我們看到的 訊息 這是可能是好事 因為全世界都不喜歡政黨 民主國家 所以我覺得是建制派 為甚麼 為甚麼不喜歡政黨 因為覺得他們做事 不是做事 是這樣的 你說得對 其實籠統來說是這樣的 全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 你看美國、英國 人民對政黨是不歡迎的 只是一些很極權的國家 才對政黨特別歡迎 比如朝鮮 以前伊拉克 卡達菲 那一群做民調 通常政黨都是很受歡迎 大陸的政黨 如果你做民調的時候 你不能選擇 而且你真的要禁聲 你不能表達 你民主的發展 包括現在台灣也好 那些人就覺得政黨是搖油水的 不誠實的 其中一個對政黨最大的批評 是覺得是沒有誠信的 大家都覺得 都是變來變去的 所以政黨 別人看得多市民 就覺得你沒有信任感 不支持 民建聯都是這樣嗎 即是香港對於民主 始終如 是呀 沒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一頭就照頭 你不要以為他很相信他 即是矛盾 但他覺得有代表性的政黨 整個調查很有趣 問你喜歡不喜歡 問你誰最有代表性 代表你呢 猜不到你 即是我搞什麼 公民黨和民主黨 然後問你 公民黨的形象比較專業 我當然是律師 即使我賣錯了 我都想其實是律師 是呀 這個律師 陳世强律師 都是律師 這個律師 另一個 調查 用腦記 一個挺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問一下你們覺得自己是誰 中國人 香港人 中國香港人 英國人 英國的本地華僑 還是怎樣 你自己怎樣看自己 我地球人 這個 有 很多人 其他 很多人 很多人是地球人 你猜不到 真的 之前做 之前做問題 就是 認為其他 其他的意思 只有0% 這次是升到26 黎明的朋友 你猜不到 原來調查 對自己國家的認同 是一般 即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是很低的 即是低了 低了 即是低了 但是既然可以 Ada 可以去到26 即自己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中國人 好像不知怎樣 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好像不知怎樣 覺得自己是中國香港人 又不知怎樣 說自己是英國人 可能他覺得自己是世界公民 如果他們會這樣想 就很厲害 世界公民 我是沒有國界的世界公民 國際主義 是的 雖然你看到這麼簡單的調查 因為選舉後才會公佈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我覺得我這樣說 你看到整個香港的政治環境 以及人民文化的理念 開始動作 動作 動作甚麼呢 可否跟我們的基督教選委和居議會 拉在一起 怎樣動作甚麼呢 我覺得動作的就是 如果黏在基督教選委來說 我覺得暫時分析不到 但是純粹從香港來說 就是大家對這個地方 就是那種地土的觀念 我跟香港的關係 越來越疏離 而對政府的不信任 我還未說 政府的不信任是很高的 那個調查 當然 對香港還是中國 對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不信任 不信任 對中央政府也不是很高 不過都比香港政府高 不一向都是 很有趣 就是阿爺或是 可能是 但是他的變化 在於他們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政黨 可能這件事令到 有兩回事 第一 可能批判性很強 甚麼鬼都不相信 第一 就是我跟這個再說 我跟這個地方的觀念 和地方的關係 是沒有關係 越來越疏離 這個我覺得對整個社會 香港這個社會的盼望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沒有承擔 你不就吵吧 快必你們這些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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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快必說得對 就是有些傻傻的狀態 是的 這個就是 悲觀就是這樣看 悲觀就是他更加不會關心這個社會 或者你死吧 那個混蛋寫了 現在最重要是 貪污就不怕 我留在一起走 就是有一種無奈的情況 不如你試試基督教選委 不要說區議會選舉 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你覺得這次有甚麼愚動了 有沒有動了一些東西 有沒有有甚麼變化 你們兩個 我們就嘗試要推動一些東西 但其實對方的力量都很大 當然 很容易化了你的力 當然 譬如說你不夠體諒 不夠尊重 又等等 是的 咦 做甚麼阿康這個 這個是 我們 我們好像 動不了他那班 陳世強 頭貢船那六個人 但我們看到 其實陳世強上屆9000多票 今屆只有6000多 跌了 跌了 就算今屆的票王 會有些關係 還有 在Facebook上 都陸續收到一些人 他不願意 公開自己 但是他又說 我認同你們 或者有些 我又不太認同你們 不過我給你一些資料 是的 一些 一些我認同你的 不過你就不要霸我出來 是的 這些都不少 不少很多 似乎是 我也同意 是在動一些東西 可能我們要 不知道 是不是要有一種 空間 就是容許有些人 你不要叫我出來 不要放我上桌 但是他真的又在幫你 做一些事 那去哪裏找這些人出來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跟這些人一起去談 那他又怕不怕 哎呀 跟你們黏起來 萬一被人見到 就很不願 怎樣呢 怎樣呢 就是這班人 我們怎樣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 怎樣去組織他呢 是蛇齋種 怎樣去組織這班人呢 那也是一個 即將來要做 我想他們最大的要求 就是不想爆他 不想爆他 就爆他出來 他們不用蛇齋餅種 不過他就要 你不要爆他出來 那你也看到在先所說 其實有多無奈 那些人很想罵 又想動 又不敢自己挺身而出 因為很多東西他怕 他怕 他怕 他怕被排斥 你被孤立 你生活不了 等等 所以有些人 包括很保守的人 都會提供資料給我們 但他就不會發聲 所以我們未來 都要沒有辦法 都要接納這些人 在背後其他幫助 包括有些律師 可能會幫我們 但他都不會出來 有些神學家 會支持我們 但又不會發聲 那些律師如果 假如啟動消化科技 當然會 會 這個時段就不適合 所以這跟同志 那些律師一模一樣 你放回去 就是 那些人不律師 但他又 覺得大家是同志 但我又律師不律師 我律師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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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這些人 恐懼 其實那個白色恐怖 或者那個人權 或者白色恐怖 監察 那些自我審查 是越來越嚴重 表現了是不是 越來越嚴重 表現出來 這種的白色恐怖 就不是我們說政治上的白色恐怖 或者是我們在社會上的白色恐怖 因為我想不只是基督教圈子 就算在RTV裡面 可能你得罪某 得罪胡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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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很直接說胡亂說 其他同事就不敢說話 是 然後那些同事就算很支持你也好 你別這麼說 大家都是面對類似 公司辦公室這種政治遊戲 或者是社會上就是這樣 話可說 就是我們人與人之間那種 對意見那種胸襟 都是尚有代改善的 對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再見 拜拜